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7号开赛 射箭项目率先上演精彩比拼 中国射箭队晋级女子反曲弓团体决赛 同日男子水球比赛开赛 共进行了五场对决 当日在射箭项目比赛女子反曲弓个人资格赛结束后 美籍华裔选手吴佩玲告诉记者 成都的风景和美食都令人着迷 工作人员的照顾很周到 场馆设施也很好 非常荣幸的来成都 因为我在美国就是学中文的 我在美国出生的 所以我就是第一次来中国 就是非常荣幸能来 有一点下雨 所以我刚开始有点不是那么好 可是我慢慢的就就更好更好 设施非常非常的好 我这里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成都 我非常喜欢熊猫 所以我比赛之后就一定要去看 中国男子水球队在男子水球比赛中 以7比13赋予格鲁吉亚队 未能实现开门红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就还比较激动 今天开始的时候还比之前比赛要兴奋很多 我们后面主要对手还是斯洛伐克和韩国队 这两场球还是要 或者必胜的心态去打的 我们目标是进行前八 所以一定要打赢这两支队伍 还是后面好好为这两场比赛做准备吧 当日男子水球比赛两大夺冠热门队伍 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狭路相逢 经过激烈对决 意大利队以13比11战胜美国队 我很高兴 因为这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意大利队和美国队之间的比赛一直都很精彩 双方水球都打得很好 今天我们比他们好一些 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胜利 我认为我们坚持到比赛的最后 有很大的可能性 有很好的可能性 要赢得赢 要赢得赢